六五二零只剩下一個月了 國人對於新內閣有哪些期待 還有各政黨的立委表現如何呢 準總統賴清德宣布由民進黨的前主席 卓榮泰接任行政院長 組閣的作業現在還在進行當中 而近新聞的17號公布4月的政經民調第15波的調查 針對新內閣的認同度 卓榮泰他獲得了3成7的滿意度 其中有8%是非常滿意 2成9還算OK 另一邊帶您來看到 準行政院的副院長鄭立軍 他現在是由前文化部長鄭立軍來接任 在調查結果也顯示說 他獲得了4全8的滿意度 只是針對這個人事佈局 民眾對哪一位人選是最滿意的 統計結果出了這個前三名在這邊 前三名是有包含了準文化部長小野 以及準外交部長林佳龍 以及還有國防部長顧力兄 這三位的滿意度依序是21% 這次內閣組成貼合賴清德 民主大聯盟的精神 任用了跨黨派 跨領域還有跨世代的成員 對此啊 前立委 沈富雄他就在節目中分析了 賴清德第三部的內閣名單當中 有大部分是財經的 而且是厲害的民間人才 尤其財經這一塊是賴清德很注意的 所以沈富雄也直言 必須善意提醒國民黨 你們要小心了 因為新內閣成員 讓外界拭目以待 那來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